第115章 七行 而另外一边也有观理的修道之人或是佛修士不断地感到 一波又一波的人 有些人直接是踩着祥云而来 而有些人则是踩着飞溅 又或者是坐着巨大传行的法宝而来 每一个放在现实生活之中都让人不敢相信 这些原本被美女吸引的人 又被这些奇幻规律的事物所吸引 电脑和手机前面的那些人 看到这些之后更是激动得不行 天 船为什么能飞到天上去 因为那是法宝 原来在这世界上还有如此之多的仙人 每一次来到一个势力都会让人掀起一阵的惊呼 而不久之后 一个横空飞度踩着玄鸟而来的哲仙人一样的俊美男子 直接让整个现场和观看直播的人沸腾 此人一身白衣 头上戴着绿色的道观 道观乃是莲花的形状 白衣飘飘 看起来像是一种道袍 但是要比普通的道袍要飘逸很多 它的脚下踩着一个巨大的 好像是鹦鹉一样的玄鸟 玄鸟浑身青绿色 脖梗的地方反射出一种七彩的光芒 虽然颜色看起来像是鹦鹉 但是这玄鸟的脖子却像是仙鹤 尾巴也比较的长 绚丽多彩 划过天空的时候 甚至还带起了一阵淡淡的彩虹 玄鸟的脑袋上面 有着几根向后面弯曲的羽毛 看起来灵动无比 光是这一个玄鸟就足够的拉风 而在玄鸟的背上面 还踩着一个风度飘飘的男人 最重要的是 此人的出现直接引起了现场的一片轰动 并非是此人过于俊美 实在是此人的来头太大 灵明堂的大弟子 江新年在角落里面惊呼一声 眼看着左右的人都上前拜见 他也走了上去 随着众人恭声道 见过七行道兄 此人乃是灵明堂的大弟子 名叫七行 据说是因为此人天资聪颖 不单单是五行皆备 更是比常人多了阴阳二行 所以叫做七行 而他的出现 所代表的显然也不仅仅是他个人那么简单 他所代表的更是他背后的灵明堂 甚至就连法明也带着一众和尚出面 呵呵 没想到灵明堂的大师兄也来观礼 有失远迎 七行高傲地看了一下周围 最后目光在江新年的身上停留了一下 这才回话道 如此圣典怎么能少得了我灵明堂 他说完 走上前去来到了冉臣子的跟前 弯腰拱手道 见过诗书 冉臣子微微点头 并未多说什么 冉臣子当然也是灵明堂的人 但他并没有大张旗鼓地来 反倒是七行如此拉风地在这种时候来到会场 他想要做什么也是不言而喻了 就是要让七行大出风头 为接下来的灵明堂出事做好一切准备 周围的人都纷纷对着七行寒暄 而七行则极其地敷衍 对于一些人甚至都没有怎么回复 也就是格外的回复了一下百炼门门主沈灵石 对着他谈笑了几句 还有其他的几个位高权重的人 七行也都是抽空说了几句 而那些能跟七行说上话的人 每个都是非常的荣幸 至于那些没能跟七行说上话搭上关系的人 也并未见到他们有多失望 或是埋怨七行不讲礼数 毕竟在他们的心中 七行这种灵明堂未来掌门的人物 看他们一眼都是给他们面子了 不跟他们说话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而最后七行超出所有人预料的 竟然来到了江新莲的跟前 主动对江新莲说话 只是这一件事情 就让周围的一些女修士看得眼红 而那些扛着机器直播的人 更是把这一幕给拍下来 甚至在电脑前面看直播的人 见到这俊男靓女同框 也都感觉到有些惊艳 江新莲心中一沉 她并未感觉到庆幸 反倒是觉得很不自在 新莲 没想到你也来了 江新莲恭敬道 这是我等修道中人的盛典 来到也是自然 七行呵呵一笑 随便挥了一下手 只听到周围顿时传来 震震惊呼 那些扛着机器直播的人 竟然感觉到身体有些不受控制 不由自主地飘起来 向着后面飘去 我的身体 我怎么飘起来了 怎么回事 放我下来 我不想死 一时之间现场鬼哭狼嚎 七行的眼中满是不屑 仿佛是在看一些低等的狗一样 周围的那么多修士 没有一个人敢说半句话 纷纷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七行对于灵力的控制 竟然达到如此精妙的程度 他们震惊的是这个 虽然他们一挥手 也足以把这些人直接先飞 但是却无法做到 让他们这么多人 全部都悬浮在空中 像是失去了地心引力一样 即便是能够强行地做到 也会让被控制的人 直接暴体而亡 反观七行 随意挥手 直接驾轻就熟地控制那么多人 这对于灵力的控制 简直达到了一种恐怖的阶段 江新莲同样被震撼 过了一会才开口道 这些人染臣子前辈有交代过 要我保护他们的安全 哦 七行笑道 原来是这样 说完 他打了一个响指 那些人直接应声落在地上 而那些人落在地上之后 非但没有怀恨在心 或是质问 或是埋怨 而是纷纷露出了敬仰和狂热的表情 仿佛被摔也是他们的荣幸一样 江新莲看着这些人 心中忽然冒出了一句话 畏微不怀德 说的就是这些人 七行又道 也是该让这些人留下 好好地拍下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确实 江新莲道 接下来就要开始斩妖 这对于天下来说 确实是大事 斩妖 七行笑了 呵呵 不不不 我所说的并非是这个 并非是这个 江新莲一愣 他早就隐隐察觉到不对劲 如今更是觉得有些非同寻常 不错 好戏 等到斩妖之后才会开场 而随着七行的话音落下 法明和尚和飞上的天空 对着四周宝箱庄严的道 诸位 时辰一道 斩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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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爆发出一阵欢呼 声音顺着风传出很远 一直传到了正在遇风而行的 楚河的耳朵里 他嘴角掀起一丝冷笑 斩妖 哼 本章结束 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 请给我个关注 点赞 收藏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